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HOT 我是主持人秦伟平 今天的话题是马云 马云还能火多久 上期讲了许佳寅还能火多久 马云还能火多久 两个字还是不一样 我觉得马云可能战胜 没有那么快死掉 还能不能火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两天马云又登上了一个舆论的头条 他说阿里巴巴集团要创立一个叫达摩院 达摩院蛮有意思 说要有个宏伟的目标 这个宏伟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说达摩院要投入1000亿人民币 然后他说要未来20年 要把阿里巴巴集团打造成一个什么呢 打造成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 要提供1亿个就业机会 我们知道马云他一般是喜欢吹牛 然后语不尽人死不休 那一般来说你光屁股穷光蛋的时候吹吹牛 脏脏胆也是很正常的 对吧 现在马云阿里巴巴已经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说实话我查了一下他去年最新的那个市值 他大概到了有近300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市值 算是一个大公司的全球也是一个大公司的 对吧 然后说的这个话确实也是一笑大方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可能阿里巴巴员工 阿里巴巴好像现在是有3万5千名员工了 然后看听了可能觉得热血沸腾 跟着马云对吧 有肉吃有汤喝 未来20年还能赢20年对吧 实际上这个牛吹的实在太大了 我当时就在推特说 感觉是像当时说要把喜马拉雅山炸掉 那个牟七冲附体的一样 我记得牟七冲现在还没有死吧 应该不至于附体的吧 对吧 另外呢 跟那个当时文革的时候一个笑话叫 牟产2万斤的 牟产3万斤的那个粮食产量 觉得有了一笔了 对吧 确实是很离谱 牟产3万斤 先想想也很好笑 我们讲一下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什么概念 一般人可能不太留意 那全球 全球的那个经济体有多少 现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那中国是第二嘛 对吧 那第三是日本 第四是德国 第五呢 现在是英国 第六应该是法国 如果说马云要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话呢 不出意外的话 他必须得超过英国 他仅次于 他阿里巴巴一个企业的市值呢 是仅次于美国 中国 日本和德国之后 超过英国 阿里巴巴他去年最高的 他销售额 不是销售额 他现在的市值是 还不到3000亿美金 算到3000亿美金好了 但实际他3000亿美金 他不是说 企业真的是有这么多价值 他其实是有一个 股市上一个 虚幻的泡沫 他实际上他在2015年 最好的也不是最好 2015年我看的这个数据是 他的销售额大概是146亿美金 还不到150亿 大家可以算一下他 那个市盈率有多少倍啊 是不是 146 对不对 到3000亿 差不多是20 20几倍了 对吧 基本上现在 股市的泡沫 差不多是这样 市盈率都还是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说 美国股市也可能会暴跌 也是这个样子 确实是 被虚幻吹大了 那马云是不是吹了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那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英国 英国他的那个 GDP好了 他的一个经济总量是多少 2.9万亿美金 2.9万亿 大家听一下 2.9万亿 所以马云从他现在的是 150亿美金左右 到2.9万亿 还差多少元 是不是跟那个母产 3万斤有点像 现在母产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粮食的母产是多少斤 粮食母产现在大概在1000斤左右 算是不错的 以前我记得 可能20年前那时候母产 可能是五六百斤 现在翻了一倍 技术的发展呢 品种更来更好 翻了一倍 那现在 现在阿里巴巴 现在的市值是 他的销售额是 146亿美金 是吧 然后他如果是翻一倍 做到300亿美金 也很正常 是不是 还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全球 最大的最牛的公司是谁呢 是苹果 苹果公司的市值是多少呢 市值是 7900亿美金 还不到8000亿美金 所以 所以你想想 如果阿里巴巴 他有一天 按他的说 20年能做到说 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他早就是全球第一大公司的 我不是说全球第一大公司 我觉得全球 十家公司加起来 我看看 苹果过的是Google Google大概是市值是6700亿 然后接下来是微软 微软有5300亿美金 然后亚马逊有4700亿 然后有Facebook 然后巴菲特的公司 强生 爱克森美孚 然后我记得全10名加起来都 前10名公司加起来 应该都还 我看看 前10名公司加起来 可能差不多 市值加起来 可能是在 跟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 然后你只是市值 市值和那个 你真正的 营业额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差的好远 还要再说20倍左右 才可能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我不知道这个马云的牛 吹得多大 他有没有认真算过 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多少 这个牛吹的实在太离谱了 换句话说 你马云这么牛逼 然后把一个公司 相当于你把全世界 这些大公司全部 全部的份额都吞掉 怎么可能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 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多恐怖吗 我记得看到有一个科幻片叫什么 一个公司叫Umbrella 一个散公司 只有所有的大的服务 都是这个公司提供的 这个公司基本上 国中之国了 是不是 别说是在中国这样子 这个环境不允许说 有这种企业巨无霸的存在 在西方国家也绝对不允许 我觉得 人大是不是要 要成立一个反垄断调查 我觉得首先要调查一下 阿里巴巴有没有这种反垄断的行为 我们公众要做的是 说实话 并不鼓励说这种大企业 这种企业越做得越来越大 对老百姓的这种利益伤害 是越来越大的 就现在来说支付宝 淘宝已经是 说实话对老百姓的生活 是形成了强烈的一个绑架 老百姓的一时巨型 住行 然后基本一举一动 资金的往来 基本上都要受他们监控 所以说我是强烈反对像阿里巴巴这样公司继续做大的 不过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会更紧张 我们从老百姓的利益想 他们可能是从政府的利益想 听说最新的一个消息说政府要 大概像阿里巴巴的这种 马云的这种公司 另外还有什么 马化腾腾讯的公司 政府都要入股百分之一 然后要进入董事会 然后要有发言权 为什么要加强监管 不能让你们在起 想怎么做也怎么做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 加强对老百姓的监管 这个潜台词他们不一定会说出来 但是我要 大家要知道 百分之一只是个刚刚开始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一样 这个全国要成立一个网联平台 把支付宝微信支付这些 全部要纳入这个平台之中 国家一定是不放心 老大哥一定是要 不但要看着老百姓 一定要看着这些土豪们 一定要看着这些有野心的 企业家们马云们 对吧 必须得看好他们 而且最终有一天 我相信这天不会太久了 应该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 阿里巴巴也好 他整个股份 我觉得要么就捐给国家 要么被国家吃掉 要么就是因为调查 然后自己身家性命不保 然后资产充公 这个命运 这个道路是 应该不太可能会改变 所以阿里巴巴 我觉得马云他这么聪明的人 他之前也说过一句话 支付宝如果国家需要 我可以捐给国家 我觉得马云应该是知道 他个人的下场 个人的前途 还有阿里巴巴的前途 但是他那么聪明的人 为什么还要说这句话呢 为什么说 我还要把阿里巴巴 打造成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呢 这里面会有玄机的 马云其实不像刚才说的 那个许家印那么傻乎乎的 对吧 说自己就会见 那个省委书记 对吧 把自己当成老大 马云那是说给 说给背后的权贵听的 他在讲啊 既然我是一个白手套 对吧 我可以把阿里巴巴打造成 今天全球前十大市值的公司 对吧 我也可以把阿里巴巴打造成 更牛的公司啊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你只要让我继续做 你们不动我 我可以让你们赚更多的钱啊 我是一个很好用的白手套啊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也是给他们的员工打气嘛 对吧 所以马云这个人狡猾狡猾的 对吧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在中国经济 现在面临这种大的格局面前 马上全面的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像马云呢 腾讯呢 这种公司阿里巴巴 这种公司你越大 其实做的越大 其实对其他的传统的行业 对其他的企业 其实是更多的一个挤压的效应 他们更没有生存空间 现在基本上 你有什么行业热点好了 他们有钱直接把人家收购过来 这样子 是非常不容易形成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 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律 也不符合说 中国政府的一个利益了 基本上他们就是赢家通吃嘛 对不对 他们必须得照顾到整个国家的一个平衡和稳定 特别是整个经济危机啊 各种爆发之后呢 政府需要大量的钱来稳定这个社会局势 要控制各种资源 所以像阿里巴巴腾讯呢 这是数当其冲的 所以他们的资产 我们也看到会跟那些房地产大奔一样 新一等的打土豪又开始了 所以马云自己自求多福好了 也不要吹太多牛了 对吧 要自己留一条后路 我们一起来看看马云还能活多久 活多久 谢谢 再见 每天都有财经大事件发生 每天都有时局风云变幻 你可以无动于衷 但不可以装着看不到和听不见 用力拨开资本迷雾 让公众克服贪婪和恐惧 冷眼观察政治博弈 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 评论 关注现代 影响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